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位中华自然医学教育学会陈介福律师长 请大家欢迎 主位早 各位中华自然教育学会 我介绍一下 我们下一张我们的第一任的理事长 是荆兴宗 再来是由林佳子教授 我是现任的事长 我们学会的密事长 是何先生 我们的宗旨 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学习自然医学 还有传播学到的自然医学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 所有的生物包括人都有自我防御 还有自我修复身体损伤的能力 那身体的健康一部分是靠着父母给我们的能力 给我们的这个遗传因子 但是更大部分是决定环境 一定是我们生活的习惯的能力 能跟其他的生物跟化学跟物理因素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我们要了解生命是一种不可密的过程 活得健康比活得健康更重要 所以希望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尊严的气势 尊严的善众 而不是勾言参传 为了这样我们必须了解自然的生命的现象 它的力量还有它们的本质 并且利用这些知识来促进全体人类的福祉 那英国的诗人William Brank说过 to see a wall in the ground of the sand and a heaven in the wild flower 今天下午我们有讲华经 对身体的影响 又讲怎么样饮食 又讲咱们身体里头 能够保持体内 环境的稳定 身体能够健康 我自己会讲续境跟人的关系 我讲续境跟人的关系 这是我写主编的一本新书 那个新书是发言体跟抗化原料 这个书里面一共有十二章 第一章就讲 reactive metabolic complications 我今天下午讲的续境跟人 就是第一章里头的一小段 我曾经把我第一个chapter 议变给林主委 就是我们的主席 今天不要跟我说 在我来面前说 正格讲得多多好 背后就讲 背后就讲 为什么讲in front of something 在座有多少位知道in front of something 我这本书里头提到八百多篇的reference 这是到去年年底等以出来八百多篇的reference 里面的八十几篇是在Nature和Science 其他最高的国际期刊 前天查到的 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 有关in front of something the paper 超过六百篇 在网路学书期刊上找到的 所以主要知道 infirmation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什么叫infirmation呢 infirmation是一种multiple protein complex 它介入没胖 高血压 糖尿病 不同的发炎 neurotic generation arthritis 都是靠 糖尿病 当作 mediator 来引起这样的问题 发炎 本来是身体的保护性的一种反应 可是慢性的 长期的过度的发炎 造成很多很多的疾病 所以我这本书里头 就是讲 infirmation 很不幸的 我这个人也蛮苦魔的 每个字每个都标点 是不是 这个出门上没有整个卡CC 一改再改 是不是 去年 最后的这个 找到以后 翻成中文 是不是 英文的东西翻成中文 我会讲中文 非常困难 英文呢 我不懂 找上去 这样不懂 所以你要把它写成中文 必须知道 知道它 是不是 那个名字是怎么样 它要讲究 大陆把infirmation 把它翻作 发炎小体 我把它叫发炎小体 我说为什么它们叫发炎小体呢 你看我们microsoft 对不对 叫唯利体 然后microsoft 我会把它叫做唯小体 是不是 唯唯小了解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翻译的名词 多少号码就考量 那我就介绍这个地方 下午 请多给我们同茶 我这个书是书之一 已经出版设计 出版了 现在正在整理index index 也是一个问题 不大一本书 referential 六百个 八百多篇 index 又找了多少 能够出版 新加坡 叫我写 中文英文 是不是 我已经嘎嘻 大文 反正不懂 也可以操上去 对不对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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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建福 谢谢 谢谢